这波 一前一后来了俩客人 一看民警来了 男子显得更加慌张 很快露了马脚 买毒者公认 毒品是从小区一名唐姓男子那买的 警方立即布控 当唐某走进一家电动车店 准备进行毒品交易时 迅速将嫌疑人控制住 当时就对他搜身了 在他身上就搜查了几袋冰毒一丝物 对他的家里进行搜查 在他家里边也搜查到了其他病毒一丝物 这些病毒一丝物 经过后期我们锦州市公安局的技术手段检测 发现确实含有甲基奔明胺成分 就是我们老百姓口中所说的病毒 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